好的各位朋友,現在是11點15分 我才剛到這個濱江市場旁邊 沒錯,今天比較晚出門 因為我在等那個某某把手機傢具送到 已經送到,也裝上來了 這一次就是挑一個稍微貴一點的 上次買那個300多,這次買那個500多 那這個看起來比較粗壯一點 還不錯 這個要是再被我搞壞,那我就沒責了 那麼就只能夠繼續找更貴的 那麼今天呢 今天我呢,應該講說我這個週間燙獎 差18燙就可以拿到第一標的燙獎 獎金 我今天呢,這個午晚餐呢 就是完成這18燙就好了 那當然超過一點點也沒關係啦 我是有打算這次週間燙獎 要拿個的一二標 一二標都把它拿到這樣 那麼,因為第二標也才15燙嘛 搞不好我今天18燙 拿到第一標之後 明天再跑個15燙,第二標拿到這樣 我是這樣打算 我是這樣打算 實際狀況會如何,我也不知道 因為有時候這個 Uber East公會的這個派單 這個丟任務出來 有的時候呢,也是很不一定啦 很不一定這樣 這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考慮到就是說 有沒有人下單 有人下單 Uber East公會接到這個任務 那才有辦法把這個任務轉給大家 都沒有人下單 那就沒有用啦 所以一切還是要看下單的人多不多 這樣 好,那麼我現在一樣 就是要往這個 麥當勞前進 這樣 麥當勞是安全 安全領單的保證 好 OK 不對,應該要先去買水 單已經到了 各位朋友 1.3公里麥當勞街 好啦各位朋友,領到麥當勞啦 要往武昌街的方向走 那麼 剛在領餐的時候 發生一件超搞笑的事情 我先過馬路再來講 我送完餐再講好了 好的各位朋友 我剛剛這個送餐到武昌街 還沒到的時候 馬上又接了兩單 現在已經先收了一單 那接下來往另外一單的方向前進 好 那現在來講 剛剛還沒講 就是發生一個超搞笑的事情 就是我去那間麥當勞 收餐的時候 大家注意看 前面有一間路易莎 仔細看 他跟他有關 好 那我才剛把腳踏車停妥 在麥當勞門前 就有個帥哥衝過來問我 欸 你是不是要送哪裡哪裡的路易莎 這樣 我說 不是欸 我要去麥當勞收餐這樣 然後那個帥哥就 一臉很惆悵的又慢慢走回去 然後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因為他都下來等餐了 然後呢 這邊的路易莎 就在麥當勞的旁邊 然後 他為什麼不乾脆直接就走到路易莎 去買咖啡 去買他要的東西 怎麼會想要那個 點餐 點另外一間遠遠的路易莎 不過有時候 這種客戶在點餐的心態 我們也沒辦法理解 可能他自己在點APP的時候 他也沒有注意到 就是 欸這間路易莎 可能這個 離他家很遠 這樣 然後他家樓下就有一間路易莎 笑死了 好啦 OK 我要專心去許山 勒雅勒 噸化店 喔 這間老店 好了 各位朋友 我現在被系統帶到市民大道六段這邊 已經相當靠近南港了 其實在過去一點點 一小段路就到南港了 所以 現在是十二點四十一分 那我不打算在這邊鬼混 那我要趕快 再往這個八德路四段三段的方向走這樣 然後 我意外發現這邊有一間這個金牛百會 對 比特幣的這個 這應該是區塊鏈公司有在賣比特幣吧 他這應該不是ATM 純粹就是區塊鏈公司而已 欸我去看一下他上面寫的東西 好 其實轉幣相關服務 喔有啦 這個是直接有在買 這有在買幣 營業時間是九點到六點才預約值這樣 還有一個Line 好 OK 所以他比較像銀行 而不是ATM 好 那 因為我有在 我有在投資 比特幣啦 所以我看到這種 我就會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 那廢話不多說 我要往八德路上走了 OK 趕快回去 所以 標備系統要往這個南港帶 往南港 呵呵呵 帶太遠也不太好 不過 我想要走南京東路 我想走南京東路 去試試看 現在是12點42分 目前 我在找河街夜市這邊 然後 目前我完成了八趟 完成八趟而已 今天這個單不是太多 不過因為我今天都接遠單 今天我都接2.5 2.8 3公里的單 這樣 呵呵呵 今天自己亂接 其實就是 感覺上沒什麼壓力 這樣 好像就是 沒有那個緊急 就是一定要完成什麼 10趟 20趟的那種壓力 這樣 就變成有點亂接 不然昨天的話 我會盡量接那個 公里數比較短 然後這樣 啊 結果就被帶到這邊來了 下次不能夠再這樣 胡搞下崗 呵呵呵 好啦 專心騎車 好了各位朋友 目前我人在名聲東路五段這邊 剛剛呢 就是慢慢往這個 南京東路方向騎的時候 又接到一單 然後就把它接一接送送掉啦 啊 啊 目前手上沒單啦 送了9單啦 我想在這邊等一下 哦 先不要急著往哪邊跑 哦 現在是12點59分 等個5分鐘吧 看看這個名聲東路圓環這邊 會不會有什麼單 因為 啊 這附近有麥當勞 有這個 薩波威 還有這個 星巴克 星巴克 我是接不到 哈哈 欸 來來來來 櫻桃小鎮 各位朋友 三公里 啊 加減啦 加減啦 因為現在需要單 嘿嘿 缺單三公里 哇 今天我都接這個超遠的 啊 我看一下 在三明路 113巷 啊 我要過去取山啦 好了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父親北路上面啊 身上有一單 哦 要往這個客戶方向那邊走 啊 其實我剛剛是接到兩單 只是有一單呢 我到店家的時候 店家告訴我說他們才剛接到 哦 他們才剛接到單 哦 他就在我面前把那個單子打出來 哦 有夠扯的 各位朋友 哎呀 成績核實 Uber已經變成 這個 司機先到 然後 啊 這個 餐廳啊 這個 單才剛取到 哦 從前好像我記得沒有錯話 都是 熊貓在門吃吃的等 然後Uber 優雅的到 然後 把餐取走 哦 現在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啊 這個系統這樣不太OK哦 好啦 我要專心過馬路了 專心過馬路 專心過馬路 好啦 各位朋友 目前在遼寧街上面 那麼 我要慢慢的騎回40啦 啊 啊 剛剛 這個把手中最後一單送掉之後呢 就斷單了 其實算一算時間也差不多 現在就已經1點半了 現在就基本上來說應該都不會再有單 哦 或者是應該講說單比較少吧 除非就是碰到那種就是 沒人送 爆單 那才有可能會一直接到 不過目前的狀況並沒有看到有爆單的跡象 所以 應該就是沒單啦 那麼就不用掙扎啦 晚上再出來再繼續 目前跑了11趟啦 晚上就會輕鬆更多 不過今天中午的作戰啊 方針啊 完全錯誤啦 哈哈哈哈 接那個2點多公里 3公里的那個真的是 沒有啊 不過到後來 後來想一想就跑去接那個 這實在是不對 我要是多接短單的話 我就會一直留在這附近 然後可能單量就會高一些 好啦 不管 反正有的時候就是自己的問題 好 各位朋友 這邊在幹嘛 看嗎 我現在在回士林的路上 這樣 我現在每天都會經過飛機這樣 拍到了 拍到了 先讓我過 先讓我過 先天氣啊 開始不好啦 我希望就是下午 趕快雨下一下 晚上 就停了 這樣 讓我出來 至少我撈個10趟 嘿嘿嘿 然後把燙獎給撈到 這樣子 欸 不用到10趟啦 7趟就好了 18嘛 因為我跑了11 再7趟就是燙獎了 啊沒關係啊 多跑一點也可以啦 喔 這樣子讓我明天跑第二標就不用太辛苦 好啦 專心騎車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冰江市場旁邊 現在4點44分 我的剛到齁 然後剛上線 那今天晚上呢 這個下雨 那我就不求多了 這樣 只要能夠把我的第一標燙獎拿到 齁 再跑7趟 再跑7趟 跑燙獎拿到 我就下線回家 那不多跑齁這樣 因為下雨嘛 下雨就不要太拚了 呵呵呵 喔 那個第二標 明天再說 喔 不急不急 這樣 那原來這樣 7趟啊 應該是還蠻順的啦 反正我是順順的跑這樣子 那既然是要沖燙獎 那當然就是 拚短單囉 這樣 好 那麼 看一下這雨昂越來越大 還是穿一下雨衣啦 好 先穿雨衣 好了 各位朋友 目前在河江街一個巷子裡面 那我目前已經下線了 為什麼下線呢 因為我已經跑到了 喔 燙獎已經拿到了 這樣 喔 沒有錯 嘿嘿 今天我午餐加晚餐總共跑了49趟這樣 把第一標燙獎拿到還跑了第二標的一趟 那我是不想再繼續跑啦 我要明天再跑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這個 下雨喔 把我這支手機弄得有點怪怪的 喔 因為上面沾到的水喔 這樣 然後它現在不太好操控這樣 那我又沒有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衛生紙 能夠把它擦乾喔 這樣 那變得就有點麻煩 喔 那操控不夠靈敏喔 那 這個在那邊滑那個地圖的時候 還會滑錯接錯單 這樣子 搞得我非常麻煩這樣 所以我就決定 不如跑到就回家吧 不要再掙扎 不過其實單蠻多的啦 這樣 一直在無縫 然後我還可以一直去單 一直去一直去 喔 今天我大概去了六單 為什麼 因為它一直要把我往那個 中華街啊 西隆路啊 然後往和平東路那邊一直 那邊一直帶過去啊 完全不要喔 我今天只想留在中山區這樣 好啦 廢話不多說啦 那明天再繼續吧 好